朱元璋一見到劉伯溫來到, 爬上前就拉著他雙手, 哎呀,劉先生呀劉先生, 我日望夜望今日總算看到你來了, 劉伯溫微微一笑, 唉,同病相連,彼此彼此, 朱元璋跟著就吩咐大舅福, 立即準備走菜, 接著就拉著劉伯溫手, 進到後面的房間, 將這幾年來的遭遇, 日五一十日告訴劉伯溫聽, 朱元璋就想到自己, 從寶和陽王國子興濠州起義, 到陸家莊結拜, 兩喜兩樂, 壯志未醜, 現在眾兄弟失散, 自己在徐州做生意, 真是大好年華付諸流水, 返元大業又渺渺茫茫, 不禁無限感慨, 劉伯溫就安慰著他, 你不用這麼灰心, 只要戴琪一樹, 郭弟兄一定會找到回來, 天下英雄亦會聞風而至, 我今天來就有件大事跟你商議, 第二, 我有一些朋友, 在這附近的七結嶺, 他有三千流羅, 在于喬鎮, 那邊也有個朋友, 有五千多香丁, 如果你肯拉大棋, 能夠找到個立足之地, 那就大事可成, 至元章就問, 那要找個立足之地, 劉先生, 你說哪裡好呢? 依貧道之見, 七結嶺和于喬鎮都不是很合適, 最好在襄陽城, 襄陽城那是水陸交通要道, 而且物產豐富, 地形險要二手難攻, 自古以來都是兵家必爭之地, 如果我們能夠奪取襄陽城來起義, 那就最合適了, 至元章一聽就皺起眉頭, 是,襄陽城當然是最好, 不過怕不是那麼容易, 襄陽城兵多將廣, 而且京商九棍總碎張玉, 勇冠三軍, 並非尋常之背力, 我們在襄陽無根無強, 人單細孤, 加上風俗不通, 地理不明, 有什麼辦法佔得到襄陽城呢? 劉白溫微微一笑, 嘿嘿嘿, 這件事都不緊要, 自古有魂, 又自者是景成, 襄陽城雖然兵強馬壯, 那元帥張玉, 有勇有謀, 不過那個襄陽王為人殘暴, 又是個一勇之父, 是非不分, 想佛不明, 眾伴親離, 加上九棍漢蒙官員之間, 長期不和爭權, 奪離勾心鬥過, 只要我們想辦法混入襄陽城, 等待時機, 呂應外合公其不備, 襄陽城誰守可得下? 到時, 你在那裡樹起大棋, 那就大事可成了嘛, 那, 貧道現在先去襄陽做好安排, 你等著我的書信, 按計行事了, 兩個人商議好之後, 一起吃了一頓飯, 劉伯溫匆忙忙, 就趕去襄陽城, 劉伯溫走了之後, 那個朱元璋, 日望夜望, 就等劉伯溫的書信, 一等, 又等了足足半年, 有一日, 光興號的掌櫃進來, 手上就拿著封書信, 表少爺, 襄陽來了個客人, 買了我們二千五百斤烏梅, 製低五十兩銀就落訂, 叫我們把烏梅運到襄陽城, 水腳運費通通由他出, 說, 這單生意, 表少爺, 你說怎麼好呢? 朱元璋一聽說襄陽城來的, 嗯, 實在是劉伯溫派人來聯絡, 快點就拆開封信來看, 果然是劉伯溫寫的, 信上面寫著, 見信後, 於八月二十日前, 速帶烏梅來襄陽城, 可住梅馬招商客店, 如買賣順利, 十月初, 我帶于橋鎮眾商古前來祝賀, 如買賣不戒, 亦可來于橋鎮一聚, 朱元璋看完心中十分歡喜, 劉伯溫已經有安排, 搖外襄陽城等候他, 這次一定大有可為, 朱元璋立即吩咐掌櫃, 你快點把貨物打包, 我親自運貨去, 那掌櫃見表少爺親自出馬, 急忙出外打點火記包裝烏梅, 朱元璋叫大舅福來吩咐他, 叫十兄弟準備送貨去襄陽, 那大舅福一聽說, 師父帶他們那些人去襄陽, 這回有些遊浮, 喘吩咐跳起來, 立即通知其他幾個人去準備, 朱元璋立即去找舅父商量這件事, 那舅父見到這個外生, 那樣樣樣的親力親為, 這回還親自送貨, 當然十分歡喜了, 就選了個吉日起程, 那朱元璋就拜別了舅父襟母, 和姐姐一家人, 就帶著大舅福十兄弟, 和二千五百斤烏梅上船起程去襄陽, 一路順風, 沒多久就來到襄陽城碼頭, 那朱元璋帶個十兄弟來, 個個都身強力見入內行, 故事都不用請人搬運, 好快就將二千五百斤烏梅上岸, 等候警官, 來股價打稅, 在這裏吃這行飯的警官, 個個都十分內行, 一看什麼貨, 就知道價錢打多少稅, 個個都兼做經紀生意, 除了打架收稅, 還幫你介紹那些熟客仔, 來給你買貨, 從中收你用金, 那時候, 朱元璋因為不習慣坐船, 有些運船, 就帶了兩位兄弟先上岸, 找一間茶樓坐下來休息一下, 留下個大舊福, 幾個在碼頭看著那批烏梅, 有個股價的警察走過來問, 喂, 你們來了多少人, 帶些什麼貨來, 哎呀, 個個大舊福, 他還沒出過大省, 那個人傻頭傻腦, 一尾號形聰明, 聽到人問他帶了什麼貨來, 他心想, 我們這麼遠水路來, 先帶了二千五百斤烏梅, 說出來被人看不起, 橫祖是任我說的, 又沒有人來查的, 那大舊福就順口開河, 我們十一個人來, 帶了一批紅貨來, 什麼叫紅貨呢? 原來是碼頭上的習慣, 紅貨啊, 即是珍珍寶石, 玉器, 黃金, 古碗, 鑽石, 馬路翡翠, 水晶, 珊瑚, 那個警察一聽, 啊, 帶紅貨來啊? 就問, 不帶多少來啊? 這樣就沒多少, 帶二十五麻包袋, 加上二千五百斤重, 那個警察當堂嚇一跳, 還沒多少啊? 嘩, 我跑了一輩子去碼頭了, 就說, 見了, 我聽都沒聽過, 有二十五麻包袋紅貨, 二千五百斤重的紅貨啊? 紅貨就沒有價錢的嘛, 脆脆的啊, 一件值你三五百兩的嘛, 那麼多紅貨, 怎麼算數啊? 不是啦, 這件事我找上頭來定啦, 那個警察就問, 咦, 你們東家呢? 哦, 我東家叫朱四? 他運船上岸了, 你有什麼事, 你不用找他啦, 你找我商量一揚啊, 好好好, 那你們幾位, 等一會先, 我去找我們總辦來見你們, 啊? 講完那個警察就飛快地走去, 那個大舊福啊, 以為這回夠了, 人家當自己是大財主佬啊, 還有人敢看不起我們啊, 正在說口水花噴噴, 就認了, 朱元璋回來了, 大舊福就把剛才的事告訴朱元璋, 朱元璋一聽, 當堂吞腳, 豈有此理, 你也算胡說八道, 那些烏梅啊, 你怎麼說都是紅貨呢? 一會兒秦河總辦來, 我看你怎麼對付, 朱元璋正在著急, 大街上幾匹快馬飛奔來到面前, 為首那個人, 身材又肥又矮, 整個磨碌那樣, 穿著一身綠色的官袍, 腰間配著寶劍, 看他的樣子呢, 是專管水上運輸的官員, 在他後面呢, 有個人面色黃琴琴, 又瘦又皺皮, 好像一塊曬乾的沙薑那樣, 還留著兩匹他搞素, 原來呢, 行頭那個呢, 就是管理碼頭的茶河總辦, 還是襄陽王的乾仔, 大財主沈萬三, 在他後面那個呢, 就是九頭軍師姚三老, 剛才那個秦河收稅的警察呢, 聽說大舊福帶了大批紅科禮, 立即飛買布給沈萬三聽啊, 啟品總辦老爺, 剛才碼頭上來了個大富翁叫做豬死, 帶了二十幾麻包袋紅科來啊, 說足足有二千五百斤重, 小人不敢定價, 請大人去作主, 沈萬三一聽, 什麼, 啊, 二千五百斤紅科啊, 啊, 我沈萬三在襄陽城, 都算有權有勢的大財主啦, 我都沒聽過有這麼大的生意, 二十五麻包袋, 可以增補你值多少錢啊, 這是什麼達官貴人這麼厲害的呢? 沈萬三就馬上帶來那個紐濟師爺, 九頭軍師姚三老快馬就趕到碼頭, 吩咐警察去請大客箱朱四來相見, 朱元璋知道這回撞大板啊, 大舊福就認出個大貨來, 秦河總辦親自來呢, 怎麼辦呢? 事到如今就只好硬著頭皮, 就來到沈萬三馬前行來, 總辦大人在上, 小商人朱四又來, 哎呀,客箱,勉禮勉禮, 客箱從哪裏來的? 小人在徐州來, 哦,客箱帶了什麼貨來呢? 哦,是紅貨, 為什麼朱元璋都認同是紅貨呢? 哎呀,各位, 不認不得呀, 你剛才報上是紅貨嘛, 啊,如果現在改口變成欺騙官府, 總辦大人一翻臉, 那就更加不得了, 所以照暗瓦底打腫臉, 充肥仔, 夾硬烏梅當紅貨呢? 十萬三斤以後問, 客箱, 你這批貨有多少呢? 哦,有二千五百斤, 你們是路過啊, 還是在這裏賣的? 是在襄陽賣的, 那你們住在哪裏啊? 我們未來以前就訂好了, 住在梅馬招商客點, 啊,好好好, 我們暫時不估價收稅錢了, 哎呀,客箱, 你們辛苦了, 你先休息一下, 等我來拜候你, 然後又吩咐警察, 哎呀,聽著, 朱四客箱是我的老朋友, 遠道而來, 你們不准騷擾他, 聽到嗎? 整班警察聽到總辦的朋友來的, 個個頭頭頭頭,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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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怎麼麻煩朱客箱呢? 沈萬三講完, 帶著師爺走了, 朱元璋真的出了一身冷汗, 哎呀, 如果他當場打開來看, 這樣就死了, 朱元璋就快點叫大舊福 去梅馬招商客店找點東西, 過了一會兒, 梅馬招商客店的伙計阿綠 就跟著大舊福回來, 阿綠還帶著馬車來, 大家一下子將烏梅搬上馬車, 連著朱元璋幾個一起坐馬車去到梅馬招商客店, 來到門前, 只見兩位老店東已經在門口迎接, 朱元璋一看, 這兩位老店東, 非比尋上, 不像平日見慣那些做生意的店主, 這兩位店主都是蘇眉雪白很大年紀的, 但是精神逆逆, 暴力見狀, 神情威武, 氣與軒昂, 其中一個雙手抱拳說, 朱四客商, 路上辛苦了, 老夫是梅士祖, 這位是馬重蓉, 我們兩個沒有到碼頭接你, 請多多包涵, 朱元璋一聽, 哦, 怪不得劉白昏叫我住在梅馬招商客店, 這兩位老店主都是江湖上有名的英雄好漢, 一位是威震九棍的金槍教師梅士祖, 一位是名詞襄陽的金刀泰斗馬重蓉, 這兩位老英雄為何會在這裏做生意開客棧呢? 朱元璋連王上前還禮, 九陽九陽, 在下來了魯莽, 幫兩位老人家多多原諒, 那大家客氣一番, 三個人一起進去上訪, 伙計也帶了大袱褲幾個, 把貨物放在西邊的貨倉上, 朱元璋一邊喝杯茶, 一邊問兩位老英雄, 兩位老人家, 為何你們會在這裏開店呢? 梅士祖就笑一笑說, 哈哈哈, 我們兩個老家夥, 自有結拜為兄弟, 一生浪蕩江湖, 都是出雙入對的, 現在朝廷殘暴群紅並起, 到處都兵方馬亂, 我們兩個隨隨老耳, 有心無力, 也不想拋頭露面, 所以夾在這裏開間小小的客店, 已到晚年, 朱元璋的心想, 劉百溫既然安排我住這裏, 一定有他的打算, 如果這兩位老英雄肯出面來幫我, 那就更好了, 朱元璋就試探打聽他們, 兩位老人家, 我朱四來到這裏, 無親無故, 一切都要靠兩位老人家指點幫忙, 哎呀, 你放心放心, 今後我們一家人, 你要用得我們這兩副老骨頭的, 哎呀, 你出句聲就行了, 三個人大家心照不酸, 朱元璋整個定了很多, 只是再想傾下去, 忽然間伙計阿陸進來報, 茶河總辦沈大人帶兩位走直來, 他說和朱四客商接封我, 朱元璋一聽, 心中打個凸, 咦, 我和沈萬三素不相識, 為什麼他會突然送上門來呢? 梅士祖就問, 朱四客商, 你以前認不認得沈萬三? 我不認得, 你有沒有朋友認得他? 沒有呀, 哎呀, 這樣就必定有遲落, 沈萬三這個人厚是心非, 貪男成性, 無恐不入, 他現在是襄陽王的乾仔, 又做了茶河總辦, 有權有勢, 他和你非親非故, 為什麼會這麼給面子, 親自帶兩位走直來和你接風呢? 咦, 你要打醒精神啊! 朱元璋就說了一句, 多謝老人家指點, 朱某先來匯一匯他, 健機行事是啊, 嗯, 你小心行事是啊, 萬一有沒有風吹草動, 我們兩個一定全力相助, 朱元璋就馬上叫大舅福來, 就吩咐他, 現在茶河總辦要送酒席來和我們接風, 你好好的招待, 不准亂說話, 要看我顏色行事, 然後朱元璋就和梅士祖馬重擁帶著十兄弟來到門口, 見到沈萬三和姚三老已經站在門外, 兩旁站著八個家丁, 抬著兩圍走彩, 那就不用問了, 這個沈萬三啊, 為夫不仁, 出名的鐵公雞, 你真是一毛不拔的嘛, 你朱四又不是什麼有權勢的達官貴人, 他這麼好死啊, 會浪費二十兩銀整兩圍酒席來孝敬你啊, 無非是想放長線釣大魚, 借接風為名, 想拿些紅貨來看看乘機勒索幾件真品而已, 他一見到朱元璋, 真是好像幾十年老朋友那樣, 嘿, 知四客商, 坐這麼久的船, 怎樣啊, 這麼奔波很辛苦的呢, 今天拿了點多酒菜來跟你接風, 表一下心意而已, 嘿嘿嘿嘿, 總品大人, 在下無德無能, 怎敢勞駕帶人來接風, 不敢不敢, 嘿嘿嘿嘿, 你都不知道我這份人, 我一向就好交朋友啊, 是呀, 知四客商, 你我一見如故, 啊, 不用客氣, 不用客氣, 來來來來, 請問這兩位老店東來作陪, 啊, 梅士祖和馬松蓉就笑笑口說了一句, 松明, 接著就請總辦大人入裡面坐, 住客就一起入到大廳那裡, 奔主就坐在圍桌, 另外一位呢, 就搬進另一間房間, 請大舊福那十兄弟來吃, 那個大舊福建有得吃啊, 哎呀, 真是理你這麼多了, 叫那幾兄弟, 一個麻煩就狼親撫演, 大廳那邊還在喝酒, 這邊啊, 已經連菜的產青光汁都吃了, 在大廳那邊呢, 那位台就只有沈萬三, 和師爺姚三老, 朱元璋, 梅士祖, 馬松蓉五的人, 總辦帶了八個家丁來在旁邊侍候, 頻頻來斟酒上菜, 酒過三秦菜過五道, 沈萬三就滴了三分酒意, 蒙你的雙眼拾開棚牙來說, 好了, 諸四客箱啊, 我沈某總算來有多少家底, 在襄陽一帶無人不息的, 只要我都未見識過二千五百斤這麼大批紅貨, 珍寶玉器呢, 我這人都是外行, 今天難得相會, 你是不是拿兩件真品出來, 讓我開眼界啊? 朱元璋明知道這個家貨來勒索啊, 自戒商揚人家生疏, 他又有權有勢, 這種人如果得罪親, 他會誤大事的嘛, 朱元璋本來呢, 就打算現在先應付一下他, 明天馬上去買兩件漂亮的古碗, 來送給他補一下掃, 故知朱元璋就說, 總辦大人, 這批紅貨是我代人運的, 東家因為有時要過兩天才來, 等他一到, 我就立刻請他開封, 挑選兩件最好的送到大人的府上, 大人, 你看這樣好不好呢? 朱元璋是用緩兵之計, 但是那個沈萬三呢, 貪男就兼顧猴急, 現在就想到手, 怎麼等得到隔夜呢? 他就嬉皮笑臉在磨, 哎呀, 朱四黑箱, 你又太謹慎了, 這麼大批貨都交了給你, 可見你是說得事的, 嘿嘿, 你說得事的, 拿幾件出來, 看看又不會虧的, 何必退堂呢? 來來來來來, 朱元璋是一美另頭, 不敢不敢, 在下實在為難, 好吧, 一個非看不可, 一個看著就寸布, 非拖著不可, 梅氏祖和馬重庸兩個, 明知對沈萬三居心不良, 知又沒辦法插嘴, 正在雙方相持不下, 那師爺, 那師爺姚三老呢, 靜靜地站起來, 縮了出去, 俗語有句話, 打狼背為奸, 沈萬三就算是狼, 姚三老也算是背, 背比狼更陰濕更多, 那姚三老, 他看見朱元璋不肯拿紅貨出來, 他想著這樣爬下去, 挺難有個結果, 他就偷偷地縮了出去, 去到後院, 就叫個伙計阿陸過來, 阿陸, 我來問你, 朱四客箱的貨物房在哪裏? 姚老爺, 貨物房在西邊貨倉那裏, 嗯, 又沒人看啊? 小心點好嗎? 姚老爺, 這裏門戶很緊的, 外邊有人巡巾, 很穩陣的, 不用專人來看的, 姚老三一聽, 心中高興, 沒有專人看就對了, 立即快手快腳走去貨倉那裏, 見到貨倉那裏門就鎖到實, 他在窗口那裏把窗紙捉穿了個洞, 見到裏面整整齊齊, 二十五個麻包袋放在齊齊在那裏, 啊, 這麼貴重的紅貨都不找過人看著, 又沒有打包, 又沒有裝箱的, 什麼這個豬四客箱, 做生意這麼粗心啊? 哼, 他不肯拿出來, 我自己來拿? 姚三老左望右望, 見到沒有人, 他就伸直手進裏面, 用刀仔把麻包袋割開個洞, 一手就拿下去, 咦? 真珠寶貝什麼軟臟臟粗手啊? 一拿一拿一扎出來一看, 哎呀, 原來是烏梅來的, 一匹一匹, 再拿一扎, 又是烏梅, 一連拿幾扎都是烏梅來的, 哪裏有什麼珍珠寶貝在那裏 姚三老一口氣就扔進那間客廳 那時候,沈萬三和一還在說要開眼界看紅褲 姚三老大聲應了他 來了來了,紅褲到了 然後把那些烏梅一放,就放在桌上 沈萬三一尾要逼朱元璋拿紅褲出來讓他開眼界 姚三老拿著炸烏梅進來一放,就放在桌上 來,紅褲來了 沈萬三舊一眼黑在他臉上說 喂,我在說正經事,你開玩笑都不看時候 總辦大人,這些就是那位大客廂帶來的紅褲 自然將見,就知道再沒辦法門下去了 就快點站起來說 總辦大人,我這次運來的就是烏梅 根本沒有什麼紅褲 是我那個外生粗魯無知,不懂規矩,亂說是紅褲 現在既然事情都明白擺到,請大人多多見諒 過錯都在我身上 過兩天,我一定找幾件真品送去大人府上 多謝大人對我們的關照 沈萬三一聽到這麼說,氣得臉都青了 哦,我堂堂的秦河總辦大人 以為他是大富翁才會送兩席酒來跟他接風 原來他是賣烏梅的小小的酒水客力 他那二千斤烏梅,我都不夠幾為酒錢 這回真是偷計不到蝕渣米,連面紙都沒有 沈萬三天,當堂反面,橫微怒目,跳起來 指著朱元璋我罵 你這流亡騙子,居然敢冒充紅褲來欺騙半官 你立即跟我回到衙門,說完就要動手打朱元璋 那時候,大舊福那幫人已經吃完飯了 大舊福就站在門口看,見到沈萬三動手打師傅 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手就拿桌上大碗肉丸湯 要著沈萬三兜頭蓋過來,朱元璋一看得了 連王用手搶頂一頂他,大舊福那碗湯 一吸,就吸正九頭軍師姚三老的頭 嘩,那碗肉丸湯熱辣辣的 落到姚三老,咿呀鬼殺金草,幾乎變成殺熟九頭 沈萬三帶來那八個家庭想動手打朱元璋 沈萬三就快點打個眼色,不准他們動手 沈萬三這個人,惡死還惡死 又是個聰明的人 他見到朱元璋身材紮實,帶來那十個伙計 個個牛膏馬帶,梅士祖和馬松蓉兩個老家伙 我呢,武藝出名的,如果打上來不一定夠人打的嘛 浩漢不食眼前規,現在先忍著氣先 一會兒就搬齊人馬先,炮製他們都未遲 我,沈萬三就壓低火氣,冷笑一聲 好,好,我沈萬三雖然講交情,喜歡交朋友 你們既然這麼不給臉,那我就告辭 講完轉身就走,朱元璋就快點陪禮 大人,這些都是誤會請大人多多包涵 沈萬三一咬牙一拼三雖,頭都不拎一下,就走了出去 姚三老和那八個家丁跟著尾走 大舊福還卡卡笑,哈哈,他想來找笨王 啊,誰知偷雞不倒是拿米,全靠我那個洪火 這樣才引到他這兩位走直來呢,嘿嘿嘿 朱元璋生氣到一巴掌聲過去,屁,你這個蠢人 正知道你講喝講食,你惹下一場大禍還不知死 還在認聰,大舊福就不服氣 呃,又不是我去他家偷,去他站牆 他自己送上門都關我什麼事的,你懂什麼啊 你知道沈萬三是什麼人啊? 他是茶河總辦,又是雙楊王的契仔有權有勢的嘛 得罪他,你以為他那麼容易收科啊? 好了好了,你們快點執受好聽吧 我和梅馬兩位老人加入裡面商量一下 三個人剛剛進房子 那個伙計阿陸,臉青青方方張張來報 哎呀,老董家不得了,沈萬三帶幾百打手和那個教師爺來 我不是要馬上把朱四客箱送出來,要不然要打進來抓人封屋啊 兩位老英雄一聽,鬧到蘇眉倒樹,虎木圓燈 啊?那個奴才似世欺人,等我們出去對付他 朱元璋就連亡阻攔,兩位老英雄 哎,想不到我朱四剛剛到襄陽就招來一場橫和 殺頭打官司坐牢我都不怕,就怕會連累兩位老人家 啊,既然沈萬三帶幾百人來圍著客店,此時非同小可 兩位老人家,身家性命老老少少都在這裡,千萬不要出面 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我朱某來了結這件事 不過,我十個外生都是粗魯無知之人,就多凡兩位老人家 費心來照顧一下他們,朱某感激不盡 我大舊福十兄弟,一聽見這麼說,爭鮮恐后湧上善 師父,我們要死一起死,我們一起出去了 站住,誰敢出門口一步,我才打斷他的腳骨 聽完了,我走了之後,如果誰敢不聽老東家的說話 以後不要再見我 那十個弟兄見到朱元璋翻臉,個個低頭不敢出聲 朱元璋講完,轉身就走 怎料梅氏祖和馬重庸兩位英雄攔著去路 朱四客商,慢著,慢著 你是劉白溫先生推薦來的朋友,彼此都不是外人 你住在我們梅馬招商客店 我們怎能夠袖手旁觀看著你吃虧呢? 我沈萬三雖然有才有勢 知我梅氏祖和馬重庸也不是無能支配 米國說他帶三幾百打手來 就算他帶三千官兵來又如何? 朱四客商,不必擔心 這件事包在我們兩人身上 你在這兒坐一坐,等我們先跟他說你 只要我們兩個出頭 十萬三都怕要塌身下才敢亂來 他如果肯給臉,那就兩罷乾哥 他如果一定要強行來 那麼我們兩個雖然年紀老闆 才對付那群打手還不輸得去哪裡? 兩位老英雄說完就衝出外面 朱元璋就快點拉著他們,請他們坐下 然後對他們說 難得兩位老人家仗義 這兩位都不怕了 那麼朱某又何懼之有呢? 竟成百萬紅兵我都見過 區區三幾百名打手又算什麼? 只要你們兩位老人家不受連累 朱某一個人就可以對付他們了 兩位老人家只要答應我 幫我照管十個外生 那就感激不盡了 一會兒不要管我在外面打成什麼 兩位千萬千萬不要出門口 朱元璋講完,肥身闖出點門 梅馬兩位老英雄呢? 心中暗暗稱讚朱元璋 確實有英雄氣魄 是個敢作敢為的人物 他們兩個有心要幫助朱元璋 一臂之力 兩個老人家就跟著美出去 那大舊福呢 一見到他們兩個出去 就跟著 叫他們兄弟一起跟著來 梅士祖就看著他們 咦咦咦咦 你們做什麼? 你舅父剛才交代清楚 不准你們出去? 大舊福就問回頭了 那你們兩個出去做什麼? 我們是幫朱四客商跟著眼 那不是啦 我們出去跟著眼 馬重庸聽到敢說 梅老哥 有他們出去坐阿威也好 不過說清楚 你們十個不准亂來 十個弟兄一起跟著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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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舊塞到滿人 十萬三就真的帶了那個教師爺和三百名打手來 那些打手都是二十打上 三十打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 個個清一色打扮 穿了一套青色的短打衫褲 打著綁腿 每人手拿著桑木滾 個個燈眉怒目想吃人 帶頭的那個教師爺叫做范蕭仁 外號叫做兩頭蛇 他指揮那三百名打手去喊打喊殺 沈萬三和師爺姚三老兩個 站在馬上在後面督陣 圓圓的老百姓就站在那裡看看 到底梅馬招商客店出了什麼大事 朱元璋一出門口 那個教師爺范蕭仁就大聲渴過來 站住 是你幹什麼的 那個姚三老呢 剛才給他大舊福那碗肉丸湯呢 錄到整個臉腫了 現在還痛到入心 宜得打死朱元璋來出口氣的嘛 他就大聲喊 教師爺 他就是朱四了 快點上前抓住他 范教頭就把那支棍一橫 哈哈 原來你就是朱四了 現在你還想走去哪裏 走不掉的了 你老老實實跪下給我綁 免得捱一頓打 朱元璋就問 為什麼要綁我呢 啊 你還想裝傻啊 你把烏梅假報紅貨欺騙我們大人 你還不認罪 將烏梅報做紅貨是我伙計報錯而已 我不過無奈何才承認了 就算是這樣啊 就算我錯了了 照規矩都是罰款加稅 又何必找幾百人來行空動霧呢 全章一番話 聞到教師爺無話可答 一頓腳 別說這麼多廢話 我們總辦大人吩咐綁你 我就綁你 你正正地跟我回去 那如果我不去呢 啊 你不去 不去我就亂棍打死你 嘿嘿嘿 我看誰捱打都未定 哎呀 你做生意做經濟的家夥 死靜把口不打 你不知驚呀 好 等我來 教精啊你 那個教師爺說話未講完 有一棍就騷過來了 轉了一跳 整個跳出街中心 將身上那件長衫脫下 一拼就拼了給金槍教師梅士組 然後丁字步一站 狗奴才 你不怕死你 將你的燒火棍堆過來 那個教師爺煩燒人一聽 什麼話 說我只是燒火棍 好 等他打斷你的腳骨 你就知厲害了 跟著攔腰一棍就騷過你 朱元璋輕輕一跳 那些棍腳底飛過去 那個教師爺都未來得切收棍 朱元璋的手掌已經好像把菜刀一樣切下來了 剛剛就打正教師爺拿棍的右手 嘩 雖然沒有斬斷了 這個肩膊好像抽筋一樣 右手好像斷了一樣 痛到入心 那支棍就滾了落地 所以 教師爺剛剛想鬆人 朱元璋哪裏還肯放過他 一手就拼著他的手掌輕輕一扭 那個范燒人整個跪下 咿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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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咿 今天便能 sunrise 會經常動的成績 咿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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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咿呀 久功 drowning這把他對壞胰子會ное 有幾大本事叫你做教師爺 原來是蒸一飯桶 連賣烏梅的生意路你都打不贏 連我都沒有面子 沈萬三大喊一聲 哪個足道勝豬的重賞 如果哪個後退的通通趕出府 整班打手就拿著棍涌上來 聯棍打過來 朱元璋知道這回如果不是狠狠地打他們一頓 就沒辦法收課了 既然是迫虎跳牆 就放開手腳來打起 朱元璋突然把范燒人整個托起 話都沒那麼快 對證沈萬三一拋 沈萬三馬上坐在馬上指手畫腳 要大家圍攻朱元璋 實驚無神 整座鐵塔地摘下來 沈萬三連亡張頭一縮 這個范燒人已經飛到來 這回就抑了那個教師爺范燒人 原來他的頭就撞上沈萬三的肚腩 沈萬三是肥佬來的 被他一撞 兩人一起就淚了落地 那范燒人就有沈萬三墊底 反而沒什麼事 沈萬三的肚腩就幾乎被他刺穿了 那屁股就抖到尺腰骨幾乎斷了 范燒人一爬起身就快些來扶沈萬三 沈萬三又火滾又痛 日起身就啪啪啪 一連打了范燒人三巴掌 你呀你這個范燒啊你呀 叫你打豬四啊你沒有本事啊 撞我啊你這麼聰明啊 我幾乎連命都給你啊 那時候呢 師爺姚三老呢 就已經落了馬來到沈萬三身邊 扶回沈萬三上馬 接著就學了他的教師爺 你還不帶人去捉豬死 站著聽死嗎你飯桶啊 教師爺范燒人就沒辦法了 只好硬著頭皮帶著那三百名打手 一切就圍攻朱元璋 亂軍地搬過來 朱元璋呢 那時候已經拿著范燒人那支棍了 那連那個教師爺都是這麼水皮的 一個會合都頂不到的 那他教出來的徒弟是厲害了 也有限了 朱元璋是高賓長老的高徒來的嘛 你三百人又怎樣啊 朱元璋那支棍呢 掃到哪裏 哪裏呢 咬救命 打到那幫打手後 一摸一摸頭崩額裂 那時候呢 街上真是人山人海 直到滿街滿行 本來呢 本來呢 老百姓呢 怕惹是非 最初呢 就來遠遠 來看東西 之後就見朱元璋 大顯神通 將教師爺打到喊不敢 將那幫打手呢 打到個個叫救命 連襄陽王的契仔 沈萬三都躲在地上 哎呀 襄陽城最橫行霸道的惡霸 和這幫地頭蛇被人打 大家就慶高采烈來看了 看見朱元璋為大家出口氣 越看越開心 越看越多人 正在這個時候 南大街 噹噹噹噹噹噹 幾聲羅響 跟著跑來幾匹快馬 馬上的警官 個個穿著青色的馬掌 大紅中衣 腰間配著寶劍 手拿著長馬鞭在前邊開路 後邊呢 一匹白龍驅 馬上坐了元老將 年紀若莫五十歲 只見他頭大量銀碎虧 身穿銀葉鴿 背後插著四支護背旗 腰間掛著寶劍 用鯊魚皮做的劍橋 劍柄是用銀來包著的 他身上披著一件銀灰式的箭袍 箭袍上面授著望翻身龍探爪 白龍馬馬鞍上的德聖歐 掛著一支長長的亮銀槍 這位將軍散了威風 臨臨相貌堂堂 左邊有中軍拿著令旗 右邊有旗牌拿著令箭 後面呢 四十八名長槍手跟著實 嘩 這麼大陣仗呢 這是誰來的呢 原來這就是大名鼎鼎鼎 敬相九郡總帥張玉 張玉元帥 剛好在交場練員兵 打到回虎路過此地 忽然間前隊停越中軍來捕 啟品元帥前邊有人在街上打鬥 看東西的人多逼得水舍不通 擋著去路 元帥一聽 揍一揍眉頭 豈有此理 當街打鬥 將人群趕散去 將鬧事者鎖來見本帥 中軍一句 嘩 去了一陣子就回頭了 元帥 不如運路行吧 什麼 街上打架 要本帥讓路 元帥 前邊打架那幫人來頭大 我們不如讓路小野是非吧 元帥就更加火賴 若可鬧夜 我身為京商九軍總帥 年紀他打架的流亡 我都想不到要避他 還成何體統 總軍 我問你 那打鬥的人是三頭六臂啊 還是張八金鋼 要本帥讓老 欺有此理 元帥 你不知道這個打架的是 是誰 是 是海關總辦 襄陽王的契仔 沈萬三 啊 什麼 原來是沈萬三 是呀 是呀 他在王爺面前說句話 真是說一不二的 京商九軍文武官員 哪個都怕了他 元帥 不如別管他那麼多了 那個元帥張玉聽到感覺 他氣得臉都紅了 原來呢 這位京商九軍總帥張玉 雖然在朝廷書做大官 知道他是個正義豪爽 威武不屈的英雄好漢來的 他鎮守京商九棍 對個襄陽大惡霸沈萬三的所作所為 十分看不過眼 幾次都想治一下他 只不過因為張玉的母親 年紀已經八十幾歲 年老怕事 一美蘭阻著兒子 不讓兒子去碰沈萬三 張玉這個人呢 又是個好孝順的人 就怕萬一自己出了差錯 就會連累老母親 所以一直都鞠著口氣 對沈萬三的所作所為 隻眼開隻眼瞎就沒有去碰他 誰知道今天冤家路窄 居然要堂堂個元帥讓路給他沈萬三 你說 如果沈萬三為了公事 那就怕了讓路也算勉強 現在他當街最終打鬥 元帥要讓路給他 嘿呀 做人做得這麼低聲下氣 還像羊嗎 不管這麼多 這回非要治下這個惡也不可 張元帥看到旁邊有間很大的茶葉店 茶葉店門口前面有三級台街 又有一塊小小的空地 元帥就吩咐中軍 聞茶葉店借一張高台 一張椅放在台街上面 本帥要升堂審問打架之人 哦 中軍一聽啊 雲拍都沒有了 元帥這件事拍不是多妥 元帥是武將開審之事 應該由衙門來管 再說那個沈萬三呢 他他他什麼 你怕他本帥不怕 不准多口快去 中軍只好硬著頭皮 這張桌一張椅子 就放在茶葉店門口 就設立公堂 元帥張勇就下馬一坐 就坐正中間 兵丁就站在兩旁 元帥就叫中軍 拿我領戰 將當街打鬥鬧士之人 帶上堂前回話 中軍一聲得令 拿著領戰就去 越行越慢 驅驅驅驅驅到來 梅馬招商客店門外 那時候呢 整班人還在打得難分難解 中軍就大喝一聲 別打啊 那些打手呢 早就被朱元璋打到怕了 不過就怕十萬三發火 如果不打就連飯碗都沒有 故事呢 就死頂著在那裡 拿著條棍亂裝 一聽到現在來了個官差 叫不准打 呀 救星到了 話都沒那麼快 統統站在一邊 朱元璋也停手了 那個中軍呢 就來到十萬三面前 公公敬敬滿面笑容 啟稟總辦大人 我們袁瑞在教場回來路過這裏 見那麼多人聚眾打鬥 袁瑞在那邊台階宇設助升堂 吩咐小人將打鬥之人帶到堂前受審 總辦大人看這件事怎麼辦好呢 十萬三日見到中軍來了 當堂微飛色母 哈哈 你來得正好 嘿呀 前面這個啊 就是賣烏梅的小商人誅死 唉 這個家夥啊 用烏梅來冒充洪貨欺騙本官 已經罪無可輸了 唉 他居然還橫蠻無理 動手打傷我幾十個家庭 這個家夥非重重嚴辦不可 你先將他帶去堅圓水 等本總辦將這裏的事案排好之後 再找你們元帥來商量一下怎麼處置他 中軍就說了他遵命遵命 跟著就走前幾步大聲渴 顯個叫知死出來 各位元帥張勇 就派個中軍去將打鬥雙方 拉來開堂審問 誰知道那個中軍呢 就怕了個審萬三 就不敢動他 只是去拉朱元璋 那個中軍走前幾步大開了聲 誰叫朱死 那時候朱元璋已經穿了一件長衣 梅士祖和馬重蓉就快地拉側朱元璋說 唉 你立刻趁亂離開這裏遠走高飛 這場官司等我們來頂 審萬三這個家夥很難對付的 京商九郡民武官員 個個都怕了他三分 沒有人敢得罪他 你就等我們這兩副老骨頭來對付他 我看他將我們怎樣 你快點走快點走 朱元璋就說 不行不行 這場大禍是我惹回來的 怎麼能夠連累兩位老人家呢 既然元帥升堂審案 我去一去也好 如果元帥能夠秉公處斷 那是非自然就分明了 如果他是官官相偉 那到時才算 朱元璋為何要這樣說呢 原來他對張玉這個人早有所聞 一心想見到見他之後沒有機會 如今元帥張玉升堂 機會難得 所以朱元璋幾步就上前對中軍行禮 小商人諸四拜見大人 那個中軍平日專門跟元帥開路 是人見到他都害怕了他 現在見到朱元璋這麼淡頂 他心就想了 這個人他怕有點來頭頂 這麼大膽呢 所以中軍就沒有動手說 只是說了一句 朱子跟我去見元帥 他就帶著朱元璋走 在場看東西的老百姓 就個個跟著尾去看元帥審案 有些就說了 這回這個賣烏梅的實慘了 審萬三是襄陽王的契仔 誰敢碰他呀 唉 官官相偉 這個賣烏梅的人 起碼捱四十大半 唉 玉下監也有得坐呀 有些就說 喂 這樣也不是吧 聽說張元帥一向主持公道 我看啊 審萬三就搞不到什麼便宜 老百姓在那裡議論紛紛 中軍已經將朱元璋帶到茶葉譜前面 啟問元帥打鬥之人帶到 元帥將玉向下邊一望 咦 前面站著這個人 年紀約莫三十歲左右 有著一件寶藍色的長衫 白襪青鞋 他仰傘闊口闊臉粗 眉大眼氣與軒昂一表人才 這個人不像是做小商小販的人來的 元帥就問 下面是什麼人 小商人朱四 元帥一拍張桌 朱四 你為什麼最終鬧事 阻塞階行 該當何罪 朱元帥就將大舊福錯報紅貨 沈萬三勒索不遂 最終圍攻自己的事說出來 在旁邊看東西的人 有個大膽不怕死的 大聲喊了一句 是啊 沈萬三幾百人打人家一個啊 其實呢 元帥也心知肚明 在襄陽城 只有沈萬三似世欺人 哪有人敢得罪他啊 元帥就問 至死 你既然說是冤枉 本帥要你和沈萬三當面對證 你敢不敢 只要元帥作主 小民又何不敢 好 元帥 全沈萬三上課 哈哈 是啊 沈萬三根本沒有禮 哪有人上課啊 元帥也沒有人到 法科了 元帥 我來問你 大街上打鬥的 是否只有朱四一個人啊 元帥敢來問法 分明是發脾氣啊 打架哪有一個人打的啊 難道自己打自己啊 中軍呢 知道這回撞板了 厚窒窒地說 启品元帥 他是一方 嗯 那另一方呢 本帥吩咐你把鬥牛之人帶到堂前聽審 為何自帶一方 你這個奴才 分明是受了黑賤 启品元帥 小人不敢 不過 不過 對方啊 好難帶來 什麼 啊 半帥有寧箭給你 哪有人鬥膽不來 他是茶河總辦 襄陽王的契仔 沈萬三 小人一去他就說 現在不空 一會兒去睡虎和元帥商量 怎處置諸四 所以 所以小人只是帶諸四來 張玉一拍一張桌 嘻 大膽奴才 身為中軍有令不從 行令不嫌 畏懼強暴 半歲焉能容得你 來人 推來重打二十大板 啪 哎喲 啪 喲 打到第二十大板 中軍連若都不懂 眼淚鼻梯出來了 一味一味 喲大喜 喲喲喲喲 就上堂參拜元帥 元帥就說 中軍 本帥乃是國家名官 又不是沈家奴才 你明他任他擺佈 再給你一支領箭 你和棋牌李金虎 他大審萬三來上堂聽審 如果他順從就算了 如果他斗膽拒捕不從 將他綁來見本帥 元帥這樣說 再長一百聲 個個聽得一清二楚 大家暗暗讚好 哎喲 猜不到張元帥 真是不歸強勃頂攻辦案 再說那個中軍 熬了二十大板 雖然都是自己弟兄打的 還算是手下留情 架極也好 屁股已經打得腫了 他對他棋牌李金虎說 老哥 我們一齊當差這麼多年 大家都算是老友 哎 我老實對你說 我不是怕了個沈萬三 只因為我草老婆那時候 借了沈萬三三十兩銀 現在我兒子都成兩歲大會行會走了 哎喲 我還沒還錢給他 故事有點不好意思見他 那這樣了這樣了 這次你去動手續他了 下次我再幫你 那個棋牌李金虎呢 早就知道中軍這個人還聰過鬼的 本來欺善怕惡 他哪裏是說借人家錢啊 分明是怕得罪沈萬三 想推自己出頭找笨的 哈哈 你爽我亦不愛 那個棋牌李金虎就說了 中軍老爺你又不知了 我兒子草老婆那時候 我又借了沈萬三三十兩銀 現在我兒子都兩歲大會行會走 我都還沒還錢 哪裏好意思去捉他啊 還是你自己去好了 那個中軍一聽 哈哈哈哈 你這個李金虎啊 你還找我笨 我說草老婆 你說草媳婦啊 我說生個兒子 你說添個孫呢 那個中軍就問 喂喂喂 那你肯不肯幫我忙啊 要去就一切去就兒子 一個人去就把大令交給元帥 喂喂 你說笑找別的樣子 剛才我已經捱了二十大板 再打二十板還有得剩嗎 好了好了 一起去吧 兩個人就一起來到梅馬礁商客店 那時候呢 沈萬三正就收到十殘局 準備一會兒去元帥府炮製朱元璋 見到中軍來了就問 怎樣啊 把朱四怎麼處置 總管大人啊 真是對不起了 元帥要大人親自去啊 什麼啊 叫我去啊 夠膽 難道要我上堂受審啊 真是混帳混帳 告訴你元帥 我沒有空 中軍就上前求求 大人啊 你你你 我個個什麼啊 我就是不去 我看他內我何才行 講完 沈萬三就上馬準備翻車 中軍就臉都青了 整身打冷鎮 就要求旗派李金虎 喂喂喂喂 李大哥你們快點來幫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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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 怎样怎样 你说你说怎样 大人 这里人多不便 我小小声说你听 那个沈万三 就以为这个旗派李金虎 想托自己大脚 帮自己出主意 就马上弯腰 睹睹的头来听听 李金虎说什么 李金虎手急眼快 趁劲一巴掌声过来 咔一声 沈万三是没有提防到的 给他一巴掌打得落马 李金虎跟着左一巴 右一巴 一连两巴掌 打到沈万三两眼无金色 哎呀 你这奴才 你斗胆打我 只是打 还要锁 说完一咔嚓一声 将锁链一哭哭 沈万三条颈 连推带打 一连兜了几脚 那个沈万三呢 在襄阳城是称霸的嘛 什么人都怕了他 现在给小小一个旗牌 当众又打又踢又锁又绑 沈万三啊 恼得咬牙齿 只指你你锁我 你慢慢来就知死啊 哈哈 现在已经被人锁了嘛 这两个是元帅的中军和旗牌 是警官来的嘛 你沈万三再恶噎你都没办法的 那帮打手呢 看到元帅派人来逐沈万三啊 个个也都不敢动 那旗牌李金虎就拉着沈万三回来见元帅 启品元帅 沈万三不服传 被迟将他锁来了 那时候呢 那个中军就在后面 蹲头蹲脑跟着行来 元帅一看就明白了 嘿嘿 还是李金虎敢动手 这个中军真是没用啊 元帅立刻传令 纵将听令 李金虎办案认真 大公无私不畏权势 离当声赏 即日提升李金虎为中军 元中军台曼军令暂且收押 庭后处理 大沈万三上堂 那个沈万三啊 刚才挨了三巴掌 又挨了几脚 还被人锁住来游街 又怒又丑 静一转想着怎么来到报仇 听见李金虎叫了声 元帅令下 沈万三上堂听审 那沈万三在哪里伏了张狱啊 听到李金虎叫他的心就怒了 哼 我就不理你 我看你的张狱 你敢把我沈万三点 元帅见到沈万三黑在他面 六大双眼咬牙齿子 站着一拍一张桌 拜胆沈万三 见到本税怎么站着不贵 沈万三一声冷笑 我是湘洋王的契仔 我这双脚上跪皇爷 下跪父母 怎么能跪你少少一个张狱 圣将啊 你不要发威着 你有胆你和一切去见皇爷千水 哈哈 见皇爷又有何不何 沈万三 你最重打斗 左蓝本税公干 你以官欺民 纵容家丁 嘔打客戏 身犯皇法 半税烟能不管 皇子犯法 与民同罪 人类 退来重打四十大弹 沈万三 整个跳起来 什么 你这样打我 哈哈 打都再算 打 两旁差官一涌上前 几下手势 将沈万三 押落地 屁股朝天 啪啪啪 一口气打了八十几板 咦 元税判四十大板 为什么打多成倍几呢 解忍个沈万三 此人平日作恶多端 商量城内 不管平民百姓 还是当差的官兵 个个恨之入骨 平日就不敢得罪他 现在机会到了 掌营的官差就趁机出口气 原来 握棍打人的掌营官 很多花样 不仅打得轻打得重 存在他手上 打得多打得少也都任由他 比如说他想打得少一点 他叫一二三四到五二 然后那条棍子才打下来 捱打的就捱少四下了 这个就叫叫得快打得慢 如果他想靠害你 反过来 叫得慢 打得快 那这样就惨了 他说一 一字都没叫完 啪啪啪 那条棍子已经拼了三下了 今天打沈万三 就是这样 叫得慢 就打得快 所以叫到四十 沈万三的屁股 已经捱了八十几棍 又是出尽死力来打的 打得沈万三皮开肉 血流满地 一条死狗那样动 都不吃肉 在旁边看东西的老百姓 个个宽天起地 哎呀 这回真是为老百姓出了口怨气 跟着沿睡张浴 一拍一张桌 沈万三 以后不准你胡作非为 你再敢欺压善良 本税就斩了你 拖出去 并定将沈万三拖出街外 那九头军师姚三老 和教师爷范烧人 就快点叫几个打手 抬沈万三回来 找医生来看 张浴言说日对朱元璋说 今天本税彭打沈万三 他必然不甘罢 我是元税 无关紧要 而你是个做生意的老百姓 必然会遭他暗害 你尽快离开徐州 朱元璋对张浴元帅 真是又感激又敬佩 多谢元帅以后 朱元璋就急急忙忙 回到梅马昭商客店 大家看到朱元璋平安回来 十分高兴 梅士组就吩咐伙伙计 即刻准备酒菜 同朱四客商压镜 那晚就开怀 唱饮十分热闹 怎知 第二日开始 梅马昭商客店 好像轮月来那样 上上下下老老暖暖 一个个病了 最初就觉得四肢无力 一美心跳想吐 头昏眼花 过两日就有点昏迷不醒 就剩下个大舅福 最年轻的他年轻力壮 还顶得住 朱元璋虽然神志还清醒 但已经周身无力气 什么都不想吃 原来不单止这道梅马客店是这样 整个襄阳城 突然间流行瘟疫 几日之间 襄阳城路静人稀 铺头山本 连衙门官府都不办公 这么大一个襄阳城 冷冷清清 妻妻良良人心惶惶 那梅马昭商客店 每个都躺在床处 连最顶得住的大舅福 今天也觉得肚不多 妥当 整身软赖赖 就想去厕所 走到外面 看到放污煤的货仓 窗口下面站着的人 看一看 看一看 原来是梅马店的伙计 阿鹿 哈 那个阿鹿 是要偷烏梅吃的 哇 这么狼胎 吃完一盒又一盒 那个大舅福 不声 不气 走到阿鹿后边 阿鹿就刚刚塞了烏梅入口 大舅福失驚无事 一巴掌化在她的脖子里 喀一声 阿鹿又连核都吞了 下肚 他另转面一看 哎呀 大舅福 靠害了 几乎吞死我 哈 你个衰人 你还说 牛糕马带也偷烏梅来吃 还喂食个弟弟 哎呀 大舅福 我哪里喂食的 我说你听 刚才我在街边听人说 不知道哪里来了个道士 他说烏梅可以自瘟疫 所以我才拿着来试试看它靓不靓 喂喂喂 真的可以的 我吃了两只 那条气当囊 顺了很多 本来整身软奶奶的 哈 吃了之后另一声不同 嘛 最坏就是你 拍摄一下 连核都吃了 不知道会不会吃坏的 那大舅福 就装成一本正经的 不会 不会 嘿 我学过这 乌梅呀 连核一起吃 供候加倍的 嘿嘿 阿鹿 这回你要多得我的 全教我掌握你一巴掌 才帮你连核都吞下肚 那个阿鹿的心想 哈 你找笨吗 让你挂我一巴掌 还要我多谢你 大舅福呢 听见阿鹿刚才这么说 说吃烏梅可以衣饼 他也心思思 咦 他说得这么漂亮 不如我也吃几盒 试下了 他自己伸手进去 拿了两颗乌梅出来 一折就折入口 刚刚召了两下 那个阿鹿就报仇地报了 吴声吴气 啪 一巴掌 打到大舅福的颈 那一声 两颗乌梅 就连核一起吞 喂 喂 阿鹿 你想死吗 敢打我 哎呀 阿福多 你教我 乌梅 连核食功效加倍的 我拍你一下 是帮你手 等你快点连核吞闻 你应该多得我才是 那大舅福 就雅仔食黄年 说了两下头 啊 是吧 是吧 现在个人好快好多 两个人 就包了一包乌梅 飞快走进房 见朱元璋 舅父啊 快点起身啊 我有件事包依你的病啊 朱元璋就明知 这个大舅福 傻傻 不来定性 以为他在乱说 就眉眼了 无理睬他 大舅福就坐在床边说 舅父 我不是跟你说笑的 我和阿鹿 刚才食了两颗乌梅 真是全身舒服了 你不信你来试一下 朱元璋就想 乌梅就是算了美药 只没听过说 只吃乌梅可以医好病 只在那儿半信半疑 阿鹿就进来报 朱四客厢 外边有个出家人求见 朱元璋一听就出家人 马上叫大舅福扶自己起床 吩咐大舅福 请客人进来 一会儿 大舅福就带了个 若莫三十多岁的道士进来 朱元璋就硬着 站起身上前迎接 是道长 只因贱体染病 未能远迎 望道长多多见谅 那个道人一边说 起敢起敢 一边就扶朱元璋坐下 接着就问 先生是否随周来的朱四客厢呢 正是正是 朱客厢 神机妙算刘百温先生 问候客厢安好 哦 道长你 你 贫道姓李明正 和刘先生是生死之交 刘先生知道 湘阳瘟疫流行 要贫道专程赶来协助先生 解救湘阳百姓 接着那个道士 在身上摸了紫药 放进来交给朱元璋 这个是祖传秘荒 每一支药 加一粒乌梅来煮 是专医这种病的 你带来的乌梅 就快要变成 湘阳百姓的救命良荣 说完之后 道士就起身告辞 朱元璋就想留他住一个时期 至各位道士说 出家人温柔四海到处为家 朱客厢保重保重 后会有期 说完就走了 朱元璋立刻将药方交给阿鹿 叫陆岸药方执齐药回来 加上那些乌梅来煮 果然不出三日 传媒马招商客店的人 统统康复了 这件事立刻就传遍商养城 很多人就来找朱元璋 拿乌梅医病 朱元璋就慷慨相赠 那些人就越来越多 梅士祖和马重庸两个 就找朱元璋商量 朱四客厢 你是与人为善 不计较 这个好 照乌梅要用钱买回来 你送光给人 那怎么向你舅舅交代呢 不如这样 每一粒乌梅收回一文钱 那好不好呢 几个人商量妥了 就写了一张大纸 贴在门口 梅马招商客店 赠送药方 出售乌梅 乌梅每个一文钱 消息一传出去 梅马招商客店门口 就变了个虚 从早到晚 逼得满人 个个来买乌梅 拿药单来救命 朱元璋 又怕有些穷人连一文钱都出不起 所以就吩咐 主定那些药用大水缸来庄宇 放在门口 任由那些穷富人家拿来饮 逐足搞了半个月 所有乌梅就卖清光了 整个湘阳城的人 个个都病好了 老百姓就放天起地 日提日提 日夜不停来到梅马客店 来到多谢朱四客商 那朱元璋 用乌梅解救了湘阳城 这么多人 兼备又卖了乌梅 赚了一大批钱 那他的心就想 前个派卖乌梅 大家都这么辛苦 特别是两位老店主 更加日夜操劳 朱元璋就送了两份厚礼 给两位老人家 梅马招商店的伙计 每人打赏五两银 大舊福十兄弟 每人分花红二十两银 大家就欢天起地 那人是九月初一 大家正在准备着酒菜 打算今晚喝一餐 大家高兴一下 忽然间 马重庸急急忙忙在外面赶回来 对朱元璋说 闭了闭呀 现在大街小行的小孩都在唱 天茫茫 地蒼蒼 自瘟疫 烏梅香 要造反 在乡人家 在乡人家 这件事如果被乡人家知道就不得了了 你们尽快执拾行李 立刻离开这里好了 朱元璋一听 也大吃一惊 他就心想 这一首童谣 分明是有人偏造出来 谁这么阴毒要害我呢 朱元璋就说 两位老人家 这件事是有人造谣 一心要将我置之死地 既然歌谣已经传了开来 恐怕湘阳王也一定知道 现在走 怕来不及 刚刚说到这里 阿鹿的面青青走进来 朱四客商 湘阳王府来了两名警官老爷 拿着王爷的名帖 请你去王府赴宴 他说你救了全城的百姓 王爷要亲自为你庆功 现在警官老爷在外面等着 朱元璋的心想 果然不出所料 湘阳王这么快下毒手下 梅士祖就站起来说 你不去的 那湘阳王为人残暴 杀人不眨眼 这次走无好走 燕无好燕 去的就凶多吉小 照我看 你们立刻离开此地远走高飞 我出去告诉观察听 说你昨天已经走了 好吧 朱元璋就拧一拧头 多谢两位老人家一番心意 不过我如果走了 王爷世必不肯罢休 一定说我畏罪潜逃 那就会连累梅马招商客店 我来到湘阳又没犯过黄法 我怕他什么 我去一去也没什么事 两位老人家不必为我担心 马重庸记得朱元璋临危不惧 一派闯龙谈入苦悦的英雄气派 处处为别人着想的高尚品格 心中无限敬佩 心中无限敬佩 有什么意外我们运后门冲进去接应 朱某又何德何能 勞架两位差官来牵马 那我们一起走去马 诶呀 朱四客商 这个是上头派我们来事后的 千万别客气 那既然如此 恭敬不如从命 恕朱某无礼 讲完 朱元璋就飞身上马 两位差官一前一后来保护着 很快就出日来到皇府门外 全章落马 诶呀 门外人影都没过的 一看进去 哇 由大门口到大厅 两旁站满手持刀枪的刀斧手 杀气腾腾 哪里是刺请客呀 好像斩头的刑场一样 本来呢 堂堂一个商阳王 手握生杀大权的 要杀一个小小的卖乌梅的小商人 用什么这么大阵仗呀 那这里呢 又要重头说起了 原来这个又是审万三的阴谋来的 那个审万三 被元帅张玉打了八十几棍 一心要报仇 正是在想着怎么对付张玉 害朱元璋 仇都没报仇 屁股的伤还没好 全家就染了病了 远来来头温 眼花不思茶饭 那听说朱元璋那里有药剂 配乌梅 包医好病的 那审万三就救命紧要了 就派姚三老去梅马昭商客店 找朱四 要拿两包乌梅回来医病 哈 真的有这么巧 那陈朱元璋刚刚不在那里 就撞正了大舅福 大舅福一见到姚三老来 就问 喂 你又来干什么呀 你 总板大人叫我来 拿两包乌梅去医病 什么 拿啊 拿两包 乌梅要半钱的 日文钱一说 拿钱来我就送给你 哈 我们是茶河总板虎的吧 我理你是虎定甜 总之货真价实 一文钱一只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那个姚三老呢 就咕着一吐气 走回去 就加盐加醋 就报给沈万三听 沈万三啊 真是生气得两眼出火 哎呀 你这个知识啊 你呀 居然斗胆跟我斗 好 我就不买啊 你呢 等我病好了 我不杀了 你是我誓不为人啊 只这样一击呢 病就更加厉害了 那晚啊 整晚点来 点去一晚没闭过眼 那天一早死地地 又叫个师爷 姚三老拿钱去买乌梅 姚三老去了一阵 两手空空就走回来 大人 乌梅起价 大钱不够啊 买乌梅 买乌梅 起价 起多少啊 买乌梅十文啊 哇 假晚 你说起十倍价钱啊 原来呢 那个姚三老 今早一早又去梅马招商客点 谁知不是冤家不聚透 偏偏又是状正大舅福 大舅福一 见到姚三老来而已 哈 你最后又要来求我 好 我能化你先 他就地起价 拿去那支笔 在一字上面加多一栋 一文钱 就变成十文钱一个 好了 十文钱一个 买不买就娶你 那个沈万三一知道是这样 就更加生气得连吐气也吐不了 吞床吞脊 发癫的算了 至死呀至死 你还趁我病来勒梭我 嘘 我和你誓不两立 有我没你 有你没我 姚三老就劝着他 大人 大人 不要生气了 还是身体紧要 报仇的事慢慢来 你帮我猪四走得掉吗 他现在起价 我们都是忍着 买了他先买 不过后日 他在十字上再加多一栋 那就变成千字减 那就更糟了 沈万三只好忍着气拿钱 叫姚三老去买污梅 那吃了污梅呢 沈万三的病是真的医好了 疾病好了 那条气就更加不顺 越想越艺越想越生气 一夜就跟姚三拿出商量 怎么来都报仇解恨 出之被他想到一条毒计 实行借刀杀人 他就骗了一首歌谣 到处教那些弟弟歌来唱 一传十十传百 不用三日而已 襄阳城的弟弟歌到处都开始唱 天茫茫地蒼蒼 自瘟疫乌梅香 要做饭再襄阳 沈万三看到这样 时机成熟了 立刻就去襄阳王府 拜见王爷 那时襄阳王亦得了瘟病 又是靠吃乌梅医好了 有一见到沈万三来就说 那些乌梅真的死得了 本王的病好了 父王呀 为什么从来都没听过 乌梅能够医病 只是诸四的乌梅 就医得好这么多人的呢 是呢 为什么呢 父王有所不知了 荣州反叛红筋军 要攻占我们襄阳城 只因我们把守而密 他们没办法 才派那个朱四例 在襄阳城的井放温药 喝水就得病 吃乌梅就解毒 他们是有意地做来的 收买民心 等候时机内外夹攻 现在 诸四已经变成 襄阳城百姓心目中的大救星 讲到这里 审万三上一袋 掩一张纸出来 遞给王爷 父王请看看 王爷一看 这几句话哪里偏的 就是那个知识 襄阳城内 现在满街满行都是唱 父王 现在襄阳危在单直 稍日疏忽就城池难保 襄阳王大吃一惊 这么大件事 张元帅怎么不知道 父王 你老人家还蒙在鼓里 那个张玉 和父王组了貌合神礼 他和朱四有私交 他争着朱四 硬硬将怡臣打了八十几棍 现在商用未好痛到入心 那个王爷 被他沈万三讲得多讲 真的生得吹嗦碌眼 即刻传我大领 去梅马招商客店 逐朱四回来 我先杀了朱四 再斩个张勇 父王 别急着 那个朱四武艺高强 我三百个打手都打他不赢 派警察去 不是那么容易捉到他 万一走漏风声 被他走掉了就更加厚患无控 再加上朱四用污梅来收买人心 就这样逐他怕会惹出变故人心不服 不如派两名警官 拿着王爷的名帖 请他过府 说因为他救百姓有功 请入府饮宴 那这个朱四一定不敢不从 等他一进来的时候 那就插亦难土 要汤要斩 就任由王爷作主了嘛 就是这样 才引出一段 湘阳王请朱四客商饮宴的事 那现在又说回朱元璋 明知到这回新入苦悦 控堕吉小 之事到如今 逆字号将生死自诛 到外见机行事 朱元璋落了马之后 就由两名棋牌引路 一直入到银安殿 朱元璋抬头一望 大堂上坐着湘阳王 古轮帖木耳 年纪是五十几岁 胡桑花白 穿着一套金盔金甲 披荐大红袍 杀气满面 绿大双眼登记朱元璋 湘阳王左边摆着桌 后边就坐着沈万三 右边也摆着桌 后面坐着个位 京商九棍总碎张玉 朱元璋就行着个大礼 王爷在上 小人诛四参拜王爷 湘阳王一拍张台 大胆诛四 将你密谋作反的事 从实招来 朱元璋就不慌不忘 王爷要小人招认什么呢 啊 你还假装糊涂 你说 你受谁人指使 来到我湘阳城 你是怎样在井里放毒 图谋不轨的 你快快从实招来 王爷 之四是个小小商人 帮东家运污梅来湘阳 状正瘟疫流行 后面见过一位道人指点 卖污梅来医治黎民百姓 为什么是图谋不轨呢 哈哈哈哈 你还在这儿狡辩 你先放毒 后卖污梅来收买人心 妄图里应爱合公 占我湘阳城 本王焉能容你 来人 退出去斩 杜虎守正义上前 只听得元碎张玉 喊息 王爷 慢着 上阳王一登额 啊 张玉帅 你莫非要为诸四讲情 非也非也 既然不是 为什么要阻难本王杀诸四呢 王爷 上宴道 逐策要拿庄 逐奸要逐商 人命关天不可遗弃 而假一无憑意无居 无故杀人 就怕民心不服 对王爷不利 沈万三见到这样就插嘴说 赵华 有庄有正 怎么会无憑无居 满街满行的小孩都要唱歌谣啊 李安娜 你自己看看 沈万三就拿了张纸 就对给张玉 张玉看完 微微一笑 王爷 我知四是做什么呢 你还要问我吗 小小有个卖乌梅的水客 那不是啦 一个卖乌梅的水客 手无穿铁 不带一兵一出 我襄阳城兵多张广 他凭什么在做饭 王爷 当年楚霸王听信歌谣 千刀彭城上了大当 后面搞到国破身亡 今日有人要陷害诸死 偏造谣言 一来捣乱军心 二来借王爷抚威公布尸首 王爷要小心啊 那沈万三听到这里 吵得真是咬牙切切 哎呀 你这个张玉 你说 你到处跟我作对啊 我本来是袁膏 现在你弄回头 都由我当被告来审 那湘阳王呢 本来是一肚草的 加上那些老懵懂 听到张玉这样说 一时又扎不定主意 用眼睛一瞅着沈万三 沈万三这个人也很狡猾 他见一计不成 用第二计 他就对王爷说 父王 我张玉和朱四两个串通一起 每次他都是帮着朱四说话 好啊 童谣这件事再查一下 他怎么都走不掉的 你现在就算不说这件事 那湘阳城放毒落井 搞到满城百姓染病 然后用污霉来解毒收买民心这件事 你朱四就没得搞乱了吧 袁碎张玉就说了 王爷 沈总板说朱四放毒 究竟谁人看见 另外既然井水有毒 不妨拿井水来一验 那就一清二楚 是非曲直自然分清了 王爷就吩咐来人 去街上的井拿一桶水回来 沈万三就截着说 不用了 庄政都带来了 可以当堂检验 王爷就吩咐立刻抬水上来 只见两个警察抬着一桶水进来 中军就拿了一双银筷子 将那一双银筷子在水里了来了去 又在水里浸了一阵 拿上来一看 长相中人不约而同 叫了一声 啊 雙阳王登大雙眼站起身 沈万三就暗暗透笑 赤起唐眼眉 望起雙眼就望实玄碎张玉 张玉就面色都变了 哎呀 这回上了当被他插装陷害了 王爷大开一声 来人 推他出来 斩 刀虎手一 容易上来绑朱元璋 朱元璋呢 神态自弱 王爷 让小民说完这两句先 斩都未迟啊 嗯 证据确作 你死到临头都叫何话可说 王爷 请问王爷喝的水 是喝王府里面的井水啊 还是街上的井水呢 废话 当然是喝王府里面的井水吧 当然了 王爷既然没有喝到外面的井水 疫染上瘟病 难道王府里面警卫心炎的井 也被小人进来放瘟 张玉一听 啊 这个朱四真是厉害啊 连我当了这么久元帅的都几乎应付不了 他居然临危不惧 这么有才智 一句说话而已 立刻使得王爷啞口无言 再望望的沈万三 只见他面色都变了满头大汗 元帅张玉一乘机说 王爷 那是不是立刻派人在王府井里拿水出来 厌一下呢 如果真的有瘟毒 那就斩了朱四 如果没有呢 分明就是沈总办插庄害人 故意放毒入那桶水里来欺骗王爷 想旺杀无辜 那就罪大恶极不能任他逍遥法外 王爷拧着面摸眼他的契仔 那个沈万三的面 就像把紫金白牙关打阵 王爷就心知肚明 哎呀 你这个笨人 杀一个小小的商人 花这么大力气都搞不定 反而搞到我都不下台 现在怎么算好呢 拿水来验就一定穿煲的 那我张玉死牛一面颈 竟然不肯放过沈万三的 只不厌呢 又有损王爷的威严 哎呀 真是怎么算 正在这个时候 门官匆匆忙忙入来稟布 稟王爷千岁 门外来了很多老百姓 说朱四客商在襄阳城医好 那么多百姓 为大众做了件好事 说有人要陷害朱四客商 故此大家来向王爷求请 王爷听到这么说 眉头一皱 啊 那朱四果然在百姓心目中有这么大威望的 此人不除后患无穷啊 至今无缘无故杀了他 一来民心不服 二来那张玉也不肯 那张玉受厄兵权 在襄阳城里有威望 这种人多少要给他面子 嗯 今天是九月初一 九月初九是襄阳王府每年一度的谷花盛会 不如这样 请他九月初九来 找个藉口再杀他 这样才是上策啊 那襄阳王就说 唉 今日之事恐怕全民失实啊 之四客商用乌梅衣柄 解救了襄阳百姓 有功有功 中军 你出去对门外的百姓说 富皇打算在九月初九 谷花盛会现请朱四客商为他庆功 叫大家放心翻车 朱元璇 朱元璇听到这么说 你这个王爷 刚才还要杀我 现在忽然间又说我有功 要在九月初九为我庆功 其中必然有诈 不是了不是了 我还是不去为妙 朱元璇就对王爷说 啟稟王爷 污梅翠柄 乃是托当今万岁雄福 和王爷千岁的虎威 小人怎能贪天之功 谷花盛会 小人不敢领受 顾王主义已定 朱舍客商不必推示 顾王今天就有些功干 九月初九再请你入府饮宴 老人送客 朱元璇辞别了商量王 就回到梅马昭商客店 梅氏祖和马重勇 已经等到十分早急了 一见面就问长问短 朱元璇就将刚才的事 一五一十说出来 梅氏祖一听说九月初九 请朱元璇去王府 参加谷花盛会 两个老人家就一味为他担心 这个十五万三 哪里这么轻易放过你 不要去啊不要去啊 朱元璇也明知道谷花会 是由一次洪门演 但是如果现在就走人 王爷一定不甘罢休 誓必连累这两位老人家 故此只好硬着头皮说 哦 那也没什么的 只要我小心提防 沈万三 撿不到我什么藉口的 那晚 几个人谈了一轮 谈到好夜了 才各自回房休息 第二天一早 梅氏祖就来到朱元璋的房子了 坐都未曾坐稳就开口问了 朱四客商 你今年多少岁了 二十八岁了 有没有妻失儿女啊 老人家 我都未曾成婚 那就好了 老夫有意想和你从中做妹 净一门亲事 你以下如何呢 老人家 沈万三 现在处处要置我于死地 谷花会 空吉难卜 而且 我浪荡江湖一事无成 哪里是成家的时候呢 多谢老人家一番好意 朱某心领就是了 哈哈哈哈 我这门亲事包你满意的 这个姑娘人品好上茅段庄 你去哪里找都找不到的 朱元璋被他这样一提 不禁思遂万千 麻家庄一段往事还历历在目 前章顶一顶头 叹了口气就再没出声了